到年初三我就用她的手机 发了一个朋友圈 为什么用她的手机发 我的手机没有她妹妹的微信 也没有她家里谁的微信 我就用她的手机发 抖音上下载一句话是说的 父母不会照顾不管小的 孩子就没有亲情 在外面自己靠自己打拼 等到孩子条件好起来了 亲情也散了 她妹妹看到以后就不愿意了 你发给谁 我就用她的手机发到朋友圈了 为什么呢 我就对她家里不满呀 我就要表达 对 我就发了一下 她妹妹看到了就跟我吵 你不计较后果吗 我说的是事实呀 还是那个我要把我这个情绪表达出来 对 我不管会怎样 确实是她家里确实这种情况 你发完了以后呢 她妹马上发信息就过来跟我吵 凶雷 人家那小骨子对嫂子呀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都很好的 她呢 返回了我帮了她 她返回了我没有感恩一点点 她欠我钱不还吗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年了 我刚要了 要她不还 她说我没钱还那里面 还做了很多让我生气的事情 我想你看到这句话 确实你家人这么做的 我想那她本来就做的不对 她看了装看不到不就对了吗 她没有 她就跟我吵了 她发的朋友圈呢 她表达的情绪 我妹妹也不满 她们冲突起来以后 你怎么办 我也没做什么 她也没给我吵 那生气以后嘛 过点时间我想呢 我我就跟我妹妹说了 说我妹妹了 大概有几天吧 说的结果还是她妹妹一大堆理由 把她说的没有话说 说我 她说你嫂子嫁到我们家 很苦的你懂不懂 她什么都没吐在你家 咱妈又这样对她 你们又这样对她 她妹也说 那她自找的 她愿意 她这样去跟她妹妹讲 提到你 你听了心里什么感觉 我当时觉得 哎呀她终于醒悟了 会帮我说一些话来 会讲道理了 给她家人讲点道理了 这就是你一直期盼的 对不对 对 她做到了 做到了 可是你还是在生气 你看她妹妹还是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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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生气 她妹妹没给我道歉呀 我真的是 从内心来是这样 也这样想 也这样做 我要的是那一份亲情 都得不到